这天,小赛罗放学后来找小银河一起玩,他来到小银河的家门口,只看到了银河奥特曼。 银河奥特曼叔叔,我是小赛罗,小银河在家吗?想和他一起去游乐场玩,那里可好玩了。 是小赛罗啊,小银河今天不在家啊,放学后就和他妈妈去商场买玩具去了,他们刚去了没有多久,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几点回来,要不你下次再约他一起玩。 是这样啊,那好吧,我先回家了,再见,银河奥特曼叔叔。 小银河今天去商场了,我也要回家让我爸爸带着我去商场,说不定我爸爸会给我买个玩具呢。 哎呀,感觉好渴啊,前面有个小商店,我先去买瓶水喝。 姐姐,你好,这里有矿泉水吗?我想买瓶矿泉水,果汁也可以。 我不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小赛罗奥特曼吗?你怎么在这里,我等你好久了,你看看我是谁? 啊,你是卡米拉,你要干什么?我不喜欢你,快点放开我。 哈哈,小赛罗,你认识我呀,我要把你带到一个好玩的地方,赛罗奥特曼是找不到你的,哈哈哈哈。 你要带我去哪里,快点放我下来。 卡米拉把小赛罗扛在了肩膀上,然后飞走了,她以为她做的坏事没有人发现,然而这一切都被迎合,奥特曼看到了。 刚刚那不是小赛罗吗?她好像被坏人抓走了,如果我现在去通知赛罗奥特曼,恐怕是来不及了,不行。 我要赶紧进入战斗模式去解救小赛罗。